那為什麼要特別先拿那個成語的這個當範例 因為第一個啦,簡單嘛,四個字而已 當然你說老師,我可不可以拿一些經典 比如說拿一些紅樓夢來查 那可以,可是紅樓夢太大了 總共有一百,大概一百萬字上架 我一百萬字要拿來查 其實第一個光前字處理就會很花時間 所以呢,我們不要先找太複雜的 於是呢,我就先找一個成語 應該大家就比較簡單 所以你可以把它換成什麼 更簡單,像三字經好了 三字經不是三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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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把它列在那個地方 那以後你要找,比如說 三字經裡面呢 到底哪一個字出現的頻率最高 OK,那你這有沒有答案有 可是問題要怎麼去得到答案 你總不能用人工慢慢去算吧 OK,除此之外一樣嘛 比如說一些經典的 像倫語啦,夢子啦,老子啦,莊子等等 那些書籍裡面,那我怎麼統計出 到底它的哪一些關鍵字最多 你說老是那關鍵字有什麼意義嗎 當然有意義啊,不然他幹嘛一直重複講 對,重複講有沒有,他很多像網紅常講的 一定要講三次,有沒有,為什麼? 因為他很重要 那一樣啦,可能有些古人他講的不只三次啦 可能講非常多次,那為什麼? 因為非常重要 所以你要講,把那個非常重要的那個關鍵字 如何找出來喔 並不是說你用人工的方式慢慢找 而是利用電腦幫你快速的提取出來 那這件事我覺得就相當重要 OK,可是如果你假設沒有這個能力的話 那就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比如說第一個,我希望從成語裡面 那這個成語裡面總共有多少個成語 其實Ctrl向下,前面講過 Ctrl向下,它就會跳到1186 扣掉欄位名稱第一列的話 那總共有1185 OK,所以等於有這麼多個成語 那你說成語是不是只有1185個呢? 其實不只啦,網路上你其實還可以再查到更多的資料 我剛剛看到有一兩萬個成語的 可是那個也太多啦,我們只是主要練習 所以如果假設你有別的需求 請你換個資料就好了 那我們主要目的是希望想要一個問題 第一個,請你幫我做一個統計分析 很簡單的喔 那當然我直覺想到,你幫我算一下 我想要知道一下,到底成語裡面 哪一個關鍵字最多 關鍵,哪一個關鍵,就是數量好了 不過1到10,到底哪一個出現的頻率最高 然後呢,出現的次數是多少 那我是希望說,只要這個成語裡面 不是除了開頭喔 還有就是說,它的這個裡面呢 假設有出現1,那就加,就是算一個對不對 也就是不管它在頭,也不管它在中間 或在尾巴,都算是有一個的數量 那只有找這個喔 那如果我想要找的話,應該怎麼做 當然呢,第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那個資料裡面的篩選 篩選就是優標先放在A1 然後呢,針對這個欄位呢,做一個查詢 所以以後呢,如果假設你想到要查資料的話 第一個你要直接想到就用篩選 所以篩選我覺得非常重要 那篩選的話呢,當然喔 你可以在上方會出現一個下拉箭頭 那如果呢,這個資料裡面放很多文字的話 這邊會顯示是文字篩選 那你想要找到文字篩選裡面的包含就可以了 所謂的包含喔 顧名思義嘛 就是說呢 如果喔 它的這個應該叫關鍵字 如果它那個關鍵字 在這個 你的資料裡面的話 它會幫你顯示出來 所以你用包含 OK 那包含之後,比如說我要找什麼 找1好了 1,你就輸入1好了 1,2,3,4的1 是 國字的1啦 OK,不是數字1喔 然後呢 只要包含有1的幫我留下來 沒有的話 就不要 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喔 它的利號變藍色了 然後呢 你會發現呢 本來是 1000多筆的資料 那你會發現喔 只要沒有1的 它就被隱藏掉了 那如果有1的 就顯示出來 所以喔 這個時候有1的就會出現 有沒有看到 有1的 就是這一些啦 但是你說數量是多少 但是喔 其實數量是多少 你變成說呢 你可能還要再做一件事 就是把這個 這些資料呢 像我們黑名單篩選喔 那你可能就需要什麼 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 這邊輸入1好了 再怎麼樣呢 把剛剛的結果喔 把它 誒 cos Ven 只要a欄喔 游標先放o AT1 ctrl6向下 ctrl3 這樣的話呢 把它貼到1 這個地方 貼上 那你 當然吧 你就可以知道有多少 我再解釋箱順 總共的話呢 誒有沒有發現 74-1 總共有73個乘語 關鍵字有1的 不過你可能如果要做的話變成怎麼樣 你就要是1做完之後的話 然後呢 再把它篩選取消掉 然後你說老師那2怎麼辦 2一樣 再篩選 然後再增加一個什麼 2的部分 比如這個地方把它改成2 那得到就這個啦 當然一樣把這個複製過來 這邊把它變成2 然後呢把這個結果怎麼樣 把它選起來 貼到2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再篩選 篩選的話呢再來就是什麼 再包含3 OK3的話是這一些把它選起來 一樣增加一個3 然後把它貼上 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可以知道它的數量 OK123一直到10 不過啦這個有個缺點就是你變成你要一直重複做 好像效率沒有太好 不過啦這個是一個方法 以後如果你要統計 到底 哪一個關鍵字 它曾經出現過的話 這個是一個比較簡易的方法 應該已經算是還蠻快的 你說老師 這個好像有點不夠快 可不可以再快一點 但是我就給他一個表格 他自動幫我把數量填上去 那會更快 所以方法一 就是用篩選 篩選的方法 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先大概做3 那4的話一樣 就是再一樣 文字篩選包含 把這邊改成4 4的就出來了 4的話這些 一樣把這些呢 負子 Ctrl C 這邊就加上4 然後貼上 貼的話記得貼 貼上面這邊 貼上 有沒有OK 那這邊就看到4的話 大概7筆 OK 那這個 3的話就是 12筆 OK 那當然呢 這個是一個方法 也可以把1到10 的一個 關鍵字找出來 可是效率其實不夠快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再想想看 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一定有 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利用那個篩選的部分 先 把1到10 先幫我查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查出那個 1到 在成語裡面 1到10 關鍵字出現的成語 到底哪一個 最多 那除了最多之外 我還希望呢 幫我把真實的數量查出來 OK 如果你覺得 查完之後 你覺得意猶未盡的話 你還可以查別的啦 比如說你可以查12生肖 有沒有 鼠牛虎兔 到豬 到12生肖 哪一個生肖 大家是最喜歡的 成語裡面最常用到 或者是 植物裡面 比如說什麼 梅蘭竹菊 之類的 反正各種 到底哪一個 出現在成語裡面最多 或者像季節 到底成語裡面哪個季節 大家最喜歡 春夏秋冬 有沒有 等等的啦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關鍵字 你有興趣的 你也可以 試著 把它找出來 也就用量化啦 我覺得現在人比較喜歡 怎麼樣 用數量說服別人 你不要說 我覺得 我感覺好像哪一個 我感覺 問題是你感覺不准吧 OK 太 這個太主觀了吧 你可不可以客觀一點 有沒有有些東西 我覺得文學研究 不是說 就是只能夠 很主觀的 那個主觀 太難了吧 OK 除非說你對於 某些文學作品 已經是 熟悉到一個不行了 OK 甚至把它全部都 背起來了 不然的話 你怎麼 可以說 哪些 這個關鍵字 是最多的 OK 試一下